哈喽大家好,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那在这里先要祝大家新春快乐 今天的视频呢有一点特别 因为今天的视频呢是为了我自己 平时我拍视频呢都是为了你们 那今天的视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2017年的一些展望 就是一些go 那为什么要放到public上面来说呢 其实我这个人做事情嘛 如果有人盯着我我就会做得很好 然后如果我觉得没有人在看我就会偷懒 所以有时候大家觉得如果你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新的目标 或有什么对自己新的要求 然后又怕自己做不到的话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啦 然后狮子做的我的话就是这样子 我只要放到就是pop的面 就是live it out loud 那我会比较有机会去达到我想要达到的这个目标 那除此之外呢今天还要给大家做一个giveaway 想要参加giveaway的方式呢就非常的简单 只要你在本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听你有follow我的youtube channel 然后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或者是我的wechat的话呢我就会在留言当中选出两位幸运小粉丝 然后我会email你们或者是私信你们问你们要地址 我就会把礼物送到你们家 新的一年呢我还开了一本新的bullet journal也就是手帐 bullet journal的好处就是 嗯就是它是你可以自己预定想要你做成什么样子等等这一类的东西 嗯一般你去买手帐的话它都是先给你画好了 我的手帐呢都是我自己画的就是买空白粉 然后自己画想要的啊就是东西 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手帐的第一页就是我的personal goal 那2017年我第一个想要啊达到的一个目标呢就是drive more 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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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厌开车 但是你知道在美国这个地方如果你不开车呢就相当于是半长期 然后去很多地方都会很不方便啊 就需要我的朋友接送或者是需要朋友来接送 或者是搭公车这一类的 所以为了以后生活能更加独立更加自比呢 我希望在2017年呃我可以 喉咙好痛啊 呃所以我就希望在2017年呢可以更加开 呃所以我在2017年呢就希望自己多开车 呃昨天有个小粉丝呢是在一个叫做VIA的那个公司工作的 那是一个就是行车记录仪啊 他要寄给我一个行车记录仪然后让我试用一下 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呃工具 就像我这种呃开车总是很小心的 但是你知道路上总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monster 然后开车非常的careless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呃行车记录仪之后呢 我开车也会就是比较有一个保险 有个安心的感觉 呃万一真的是有什么呃车化或什么 他可以记录下来 所以等我收到那个产品之后呢 我会呃马上运用起来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video 如果我喜欢的话 那第二个今年我想要完成的目标呢 就是啊运动就每一周至少要运动三次 每一年我都会给自己做呃运动的一个狗 但是我觉得去年是唯一一年我就是有比较满意我自己的运动量 呃去年上半年我几乎一个星期能运动到五天 但是到了下半年天一冷啊就会很烂 呃所以为了让自己能坚持运动呢 我去报名了几个不同的class 我现在有报名的是plody 然后我上的plody呢是比较机械型的plody 所以可以练一些肌肉线条啊 然后呃做一些肌肉的调整这一类 还有strengthening这一类的 然后第二个我会去上的class呢就是hot yoga 嗯因为我真的很讨厌跑步 那hot yoga呢是一种比较自然的有氧运动 也就是说它不需要你去动 因为temperature因为温度的原因呢 你的心脏会自然的加速到一定的速度 就让你达到一个静止型的有氧运动 然后我去的那个how yoga呢其实是呃 有它除了瑜伽之外它有混一点呃简单的有氧运动的动作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是挺适合年轻人去做的 因为有些年轻人就觉得做的比较很无聊 然后我上的那个课呢是晚上8点45 它是整个屋子都是黑的 然后它会点蜡烛 那这样的话如果你是比较害羞啊 怕觉得穿热瑜伽比较少 然后录的比较多 或者是大汗淋淋的不好看的话 我还蛮推荐大家去上这个的 我去上课的地方 Pladi呢就叫做Cool Studio 我可以在下面link他们的那个网站 我上热瑜伽的那个studio呢就叫做Cool Power 这两个studio呢都是在湾区或者是加州有不同的分店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 我觉得价位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那第三个在2017年想要达到的一个go呢就是多喝水 我真的很讨厌喝水 我妈妈说我从就小BB的时候 你喂我喝水啊我都会吐出来 所以我会喝很多茶啊咖啡啊喝汤 因为我是南方人所以很爱喝汤 那在2017年呢我真的希望自己可以多喝水 那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呢我的action plan就是我在上班的时候每走过路过一次那个饮水机我都要喝一杯水 那这就是我的action plan希望自己一天能喝够六杯水这个目标 好第四个呢就是我的reading list 我觉得现代人吧读书就越来越少 嗯我们会看很多电影啊还有看很多youtube 但是读书这个过程对大脑还有对身心我觉得的确是个不错的 嗯就是一个进修 嗯我现在有follow那个假大大 因为他读书真的好厉害哦 两三个月能读十几本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快的这么大的一个读书量 所以我的目标就是一个月能读一本书或者是两个月读一本书 也就是在一年之内读六到十二本书 我觉得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那我平时的读书量呢大概就是一年大概有六本书左右 嗯能就是定下心来认认真真读一本书 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一个challenge 所以如果你们有好的书单或者是有好的书能推荐给我的 拜托在下面给我留言 那我那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不要忘了去留言 然后follow我的youtube instagram或者是wechat 那在你们follow我之后呢 希望大家多多监督我 让我能更加接近我想要达到的目标 一个想要的生活方式 好啦我们下次见哦拜拜